大家好,欢迎来到功夫者,我是今天的主讲柴教练 那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自卫防身术里边 当倒地如何快速的站起来的一个小技巧 很多人他不会用正确的方式站起来 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危险 因为在你很慢速的站起来的过程当中 地方会攻击你的 或者错误的方式的话也会造成很大的危险 那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倒地站起来 之前我们讲了如何倒地,对不对 反正一团倒地 那如何站起来呢 看啊,这只腿投注 起来之后啊,手 这只手要拿起来,要让它和你产生个距离 然后这只手呢,撑地 然后这只脚,这只脚蹬 这只脚马上向后撤 然后呢,再蹬,再站 然后呢,还是保持一个警戒式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式 因为在你做的时候,如果说你要是错误的 很多人就是这样 这样子,这样子,你看 这个脚呢,你的重心是什么 两个支点,第二呢,他过来推你一下 他推你一下马上就倒了 啊,你就根本没办法去保护自己的 有时候站站半天站,站不起来 这只手还要撑 这只手要撑的时候 你的头就暴露出来了 很容易被打,对不对 所以说,倒地之后呢 本起,首先 他在攻击你跟我上 我们还可以保护 他推倒你 我们同样可以保护 那如果他 他要再靠近你的话 我们这只腿 马上往后退 手撑住 他一靠近你 这只手一撑 马上往后退 就起来了 快速给他做示范啊 看,倒地 就起来了 紧接式 OK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法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